28House的日子,每日樓市 氣揚,28House損樓APP,贊助貨窗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在立法會回應減納的時候 提到要再放寬高乘數按揭,惹來市場無窮的轉策 陳茂波終於透露更多詳情,形容只是屬於微調 而且是幫助換樓的市民 政府會仔細考慮如何平衡金融安全和守置業主的利益 提到新盤突然煞停賣樓,成為新盤混戰的第一個犧牲品 雖然涉及的規模細也不是大發展商 但也可以看到對市場的氣氛仍然有一定的影響 在周末的一手膠頭量跌至極為淡靜的水平 二手業主也擴大減價幅度 原定周末開售的鴨利州延案突然煞停計劃 其內一手市場氣氛也急速降溫 在星期六罕有感錄得零成膠 在星期日也只有四宗交易 一個未打就先退賽 同期競爭的新盤就由四個減到三個 以恆地的啟德Hanny Park最強勢 在周末錄得多倍超額營救下 加推80火價單 致實平均赤價22000元 比上一批貴了5% 發展商就說平均加價1.5% 二手市場交頭就略為回暖 各大代理行所錄得的十大屋苑成膠全面增加 不過最多都只有9宗 全數仍然在單位數水平 代理就說政府研究再放寬按揭 加上二手業主的叫價終於肯退讓 都利好交頭 在美孚新村就錄得赤價9至頭的個案 來自百老匯街9號高層私室 實用面積大約630呎 在港價之後以600萬轉手 實用赤價9500多元 看回當時延岸的開價 比鄰近的新盤逆市高開 有代理就認為發展商是預示到 銷程一定不會理想 寧願停一停再想想 我自己看到元朗突然停售 我估計最主要的原因 發展商也有個壽錄的目標 希望賣到一家 但看回收票就不是太理想 所以你看到一些市價開盤的物業 我相信割銷程都是一般的 賣到的盤是低市價1至2成的 例如低幾個%那些 基本上是賣到的機會都是微的 除了延岸本身高價推出 亦都因為同期推盤的大型項目 Hanny Park低開 成功得到市場所有的注意力 市場自至星期一的下午 已經收到大約3000票 以頭兩批220多伙去計 超額超過10倍 今次Hanny Park加推 涵蓋高座和低座 開放色節三房的戶型 面積250至600多呎 入場價500多萬 由於首度推出的12個年花園單位 車價高建27000多元 加上有不少高層的單位 都拉高了平均赤價 法證商說明有加價 但是逐個單位比較 情況不算明顯 只是個別新加推的單位 和高一層的定價一樣 如果乘儲去比較 甚至有些是原價加推 例如新一張價單的1A座F室 涵蓋2至33樓 赤價大約19800元 去到21700元 平均大約23000元 至於在頭一批推出 旁邊的G室開席一樣 平均赤價也都完全一樣 就算每一個單位的赤價 也都極為相近 黃竹坑近年積極轉型為商住社區 除了在黃竹坑站上蓋 有大型的住宅群會落成 附近的宮下部分也活化轉型 由私人投資者利受行發展的 綜合項目MetroSouth 在星期一正式招租 項目分兩座發展 一座是辦公室 單位面積大約2000至8500多呎 二座是酒店三馬匯 第四季才開幕 所以暫時無法參觀 設139間房 戶型介乎開放式至兩房 李秀行就說項目主攻海外人才 希望工作生活零距離 我希望多數是一些金融機構 一些創科機構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 大家可以共用的空間 他們經常都有碰面的機會 很多金融機構 他們希望大家交換一些 商務上的資料 商務上的情報 大家怎麼看事 我們也希望做到一些 這樣的氣氛給他們 要安排的 開 TV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